金寶場5G供6G強化網通市場佈局 受到外資鄉挺連六個交易日滿超 十三號供漲停來到十五點四元 登上七個月以來的高點 網通廠聲達科康聯訊等等 也收漲停價 電動車飛鴻等 也發動攻勢 再看到其他中小型股 上市櫃共計超過六十檔 亮燈漲停 但是扮演大盤撐盤要角的全職股 台積電不給力開高收低下跌四塊錢 大力光也失手兩千元關卡 台股一度攻破一萬七千九百點關卡 接著後繼無力煤能守住一萬七千八百點 中廠下跌五十八點收在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七點 成交金額兩千八百四十八億元 三大法人賣超一百零二億元 不過有投顧的董作樂觀看待明年台股走勢有望挺進兩萬點關卡 預估第四季呢是有機會再上看到兩萬點 所以明年整體台股的走勢呢 會呈現一個M型的這個兩個高點的這個走勢 台股資金活水不斷八大公股銀行和中華郵政規劃持續加碼台股 被妥欠億元的銀彈準備上唐 三立新聞楊超成李文柯特別報導